哈囉大家好我是Siefer 今天分享我第一次參加 音速小子官方聚會的過程與心得還有討論 好讓大家可以更瞭解這個活動有多好玩 也可以讓以後有機會參加的同好們 知道如何在這個活動的過程中過得更充實 這部影片發的時間距離就會已經結束好多天了 畢竟上字幕太花時間了 這個影片我有在B站發 為了讓大陸的Sonic同好看得方便 我另外傳了簡體字幕放在給大家看 那麼開始分享我的參加過程吧 這個活動辦了兩屆 去年那屆因為我要工作然後沒有錢所以沒有去報名 看到大家玩得那麼開心真的好羨慕 直到今年終於有錢可以報名 沒想到第一次居然中了太開心了 為了這場聚會我準備了大行李箱 把所有的收藏品全部帶上 只差那個人形地牌 至於我帶了什麼 你們可以繼續看我前幾天發的影片 可以點說明欄的連結 有人覺得我這樣會不會太狂了 但我只是想讓自己看起來非常鐵粉 全部裝好後 重量大概有20公斤以上 而且把手還壞掉了 加上我還有帶了收裝去 從高雄到台北又很遠 這很需要體力和力量 好少我平常有在健身 挺過了整個班過程 來到目的地後 入口出有個利益牌只是 就在樓下 下樓道裡面的房間看到有四五位童話在這邊等 看到門口有SEGA的LOGO 確定是這裡沒錯 切到後坐在原地等待 時間快到死 其他參加者陸續進場 這次的人數擴大 去年只有30人 這次是兩倍 集合時間到了 開始排隊入場 每個人都會拿到一份的狗和可樂 選一個愛吃的 裡面的布置長這樣 由於現場鏡子錄影 所以只能跟你們看照片 有看板還有地牌 還有畫作那些 白板上有LOGO 可以在旁邊畫畫 線材有很多桌子 可以自己選擇要做哪 由於我的箱子太大 又隨時要拿東西 所以坐到比較後面的位置 才不會愛到別人 其實也不是沒有啦 光我的東西幾乎都快要佔用到我旁邊 大哥的空間了 好在對方不介意 而且還覺得這樣很可愛 剛好我 座的位置有不少認識的人 比較好聊天 我都一開始是主持人 了解的演講 這是他的粉專 長得還蠻漂亮的 而且跟我一樣住高雄 也是專程跑上來 演講的過程中還請工作人員穿著索尼克的布偶裝 跟大家打 打招呼 很可愛 話說這造型 比我去年CWT看到的那隻海耀獸 索尼克做生成功啦 不是啦 最後那隻索尼克的扮演者 沒等到我換好受裝後就離開了 好可惜 然後是自我介紹環節 原因我是要上台介紹 結果是跟自己組的人自我介紹 也對啦 活動的時間不是很長 60個每個人都 介紹一遍 估計活動 有一小時多都在自我介紹 如果剛好遇到像我這種熱情的人 5分鐘都不夠我介紹了 沒有啦 每個人都直接介紹一分鐘 考慮到時間問題 如果沒規定的話 一般人會不好意思去制止 然後是中場休息時間 可以趁這機會去跟索尼克合照 接下來是 接下來活動 有點像美奧克 每個人的桌上會有用來製作 Dunnel的道具 把紙張上的角色剪下來用澆水黏上去 要怎麼黏就看大家的創意啦 我自己 則是黏這樣 由於我黏得比較快 而且黏好黏買 這也是還特地過來 錄我的Dunnel 其實在這個做手工的過程中 因為我 自己的收藏實在太多 時不時的引來工作人員的注意 有個日本人同時也是工作人員 看到我桌上的布里斯 亞克利的立牌 好奇的詢問我是在哪裡買的 我回答他是跟一位來自大陸的 米酒繪師買的 對方也告訴我 他有在其他地方看過 後來我把這次告訴米酒繪師 才知道他也有來自日本的訂單 就連星野也走到我一旁 看到我的收藏停了一會 被這麼 有名的人注意到還蠻緊張的 想必身為 索尼克製作人的星野先生 自己的作品 被喜歡到這種程度 都會很開心吧 大家的燈籠中好好把現場的燈關掉 再打開燈籠 這個場面超壯觀的 美亞克結束後 主持人劉璦也透過 投影開始介紹的照片中的內容 我沒有全部拍下來 但也拍得夠多了 比如 衣術撒子的工作室照片 合作餐廳娛樂園 IDW漫畫公司 甚至還有星野總經家的工作室 生活滿滿都是 Sonic有夠爽的 看完照片後是Q&A時間 在報名活動的時候 都會有提出問題的選項 官方會挑不錯的問題 讓星野在台上回答這位參加者的問題 我沒有記下全部的問題 只記得有人問說 音速撒子會不會被做成卡片遊戲桌遊 而這個問題好像也被採納 另一個 另一個是有人問 因為會不會在台灣舉辦 這問題讓所有人沸騰 非常希望可以在台灣舉辦 星野先生有沒有採納 我就記得不太清楚了 Q&A時間結束後 是抽獎活動 在一開始進場的時候會有兩張識別證 第一張自己帶著 另一張頭抽獎箱 兩張都要寫一樣的名字 和喜歡的角色 獎品內容多半是Tis的居多 我自己是中獎的幸運兒 有趣的是主持人劉姐唸到我的外號當下雨的時候 以為是女生的稱呼 結果站起來是我這種大男人 超尷尬的 至於我抽到什麼獎品 不然話說暫時不要觀看照片 所以我只能口頭告訴大家是印有30週年音樂會的Tis和鉛筆而超爽的 連坐我旁邊的小哥也有中獎 只差沒有找他留下聯絡資料 畢竟蠻聊得來的 不過中間有一名參加者 因為有事情提早離開 結果他抽中卻沒辦法認定 這也太可惜了 說真的 能夠抽到參加資格又抽到衣服 還被星野先生關注 這天充實到不能再充人 講比賽後就是大合照 消散權關係我花了半小時 去幫參加者Pier一下 星野和風田的拍照這次也超幽默的跟我一樣 然後每組都可以輪流和星野與風田先生一起合照 最後是單獨合照 輪到我們的時候我就帶上獸裝 上去一起合照 連星野先生看到我都感到驚嘆 但也感到有趣 然後就一起合照 你們看我拿著希爾福和貝雷茲 風田先生手上沒有娃娃我就把手禮克給他 星野先生穿著夏特的衣服我就給他夏特2005 說真的還蠻搭的 想必賣給我遊戲片的二手賣家 想都不會想到自己賣掉的片子 有一天會不會自助的拿在手上 照片拍完後也拿到了星野先生的 親筆簽名 原本打算收拾東西離開 聽到有人說可以拿自己的收藏給星野風田簽名 我就拿索尼克未知兵線的盒裝給他們簽 其中一張是 希爾福和貝雷茲的卡片 會跳這張也是因為他們是我最愛的CP 米吉爾是我目前最喜歡的會時 畢竟人家有同樣喜歡的CP 又會講中文又好的同好 有多難找你們知道嗎 所以我除了讓自己開心以外 也要讓他的作品被星野先生簽名而開心 最後還有一個是 填問卷拿獎品的部分 在做燈的時候會有一個 快要碼連結讓你掃 然後填問卷 填好後來再提交 但是我不知道要給工作人員看 也忘記截圖 結果我來重填一次 好在為了這樣做 因為獎品是這件衣服 光一天就拿到來自官方的兩件T恤的叫總 我不開心了 在快要收拾好東西後 主持人留姐看到我帶了那麼多收藏 跑過來找我說話 還問起我是從哪裡來的 我說我是住高雄 沒想到留姐也住高雄 好巧喔 只是我住的是鳳山區 離他住的區 騎車要半小時以上 具體哪區我就不透露了 收拾好後 本想介紹留姐既是創作 Sonic的YouTuber 但是找不到人了 叫請門口的SEGA工作人員幫忙轉達 順便也介紹我的頻道給他 就這樣結束一天的活動 流程的部分講完了 來講心得的部分 整個活動安排還有氣氛都做得非常不錯 台灣官方能夠請到 新野和風田先生真的很厲害 很感謝官方安排這麼好的聚會 而且還讓我們免費參加 以我這次參加的 充實度 覺得沒付爆免費都覺得不好意思呢 活動現場滿滿的索尼哥 讓身為鐵粉的我 心裡逐漸瘋狂 讓我感受到索尼哥在台灣沒有那麼冷清 也讓我下天決心繼續為創作的索尼哥影片奮鬥下去 直到老死為止 蛤 最後還是 最後是討論的部分 可能會有人問你拍了這麼多 Sonic的影片 有沒有被認出來 答案是沒有 就像有人看過我拍的影片 也不一定會打招呼 Sonic的圈 大多數人都 比較內向 我自己也是 要怎麼在這個機會認識新朋友 根據我當天的經驗觀察到 色孔的人最多只能認識跟你同組的人 如果想認識 其他組的人 你就要敢於主動互動 基本上你只要敢 跟人家搭話 對方沒有討厭的話 下次遇到時 他就會主動跟你說話 就可以互相認識了 明酒會是問我新年和風田 會接受粉絲的禮物嗎 答案是會的 明年的聚會地點已經確定了 一樣在台北 具體地點占不透露 想知道的話 自己來私訊我 只限 熟識的朋友 如果告訴不熟的人 到時被罵的是我 好啦 那麼 影片就講到這了 希望這一期的內容可以讓你們 有所了解 也希望 藝術小子 可以在台灣活躍起來 其實活動流程 我 我並沒有講得很全 但也差不多了 那麼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點個喜歡 加訂閱 還有點擊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恩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